字幕君 時事終晚 這陣子你收拾不少了 世界盃 好,不是我收拾不少 是大陸的父母收拾不少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也是這樣說足球 除了玩前排 幾年後不是有很多俄羅斯大坑 不是收拾英資球隊 土超 和超 現在流行什麼呢 中國富豪玩中國球隊 最出名的是廣州恆大 廣州恆大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阿里巴巴入股50% 買了廣州恆大股份 當時恆大地產成立 立隊的時候是一億做的 現在的回報率是23倍回報 這麼厲害 是的 現在成為大陸一個新興的 被視為最值得投資的一個 投資商品 其實這件事很有趣 因為大陸的球 香港人好像沒有太多人看 笑吧 還有比較粗暴 打架 又是假球 所以沒有太多人看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因為大陸現在的 因為有很多電台 還有央視會轉播 變成那些宣傳 又有廣告 因為你穿上那對球衣 對… 譬如我揹著阿里巴巴 或是恆大 其實你投放廣告的錢 和養一支球隊的錢 怎麼算 那些人計算那條數 養一支球隊也不錯 是的 因為電視連直播 只是廣告版 只是即球生 但直播又有意義 這些人會看 即是真的會進腦 譬如你不斷地叫做 鄭蘭大 你會知道是甚麼 好過賣十多片 但央視收利是不會便宜的 即中國央視不會收你便宜的 現在但問題是 你可以最頂峰的情況出現 因為聖明會會報你的賽果 現在他們這樣想 就投資得過 第二就是 現在習近平很喜歡踢足球 是? 很喜歡看球 如果你投資大陸的 即連官方都很樂意去 幫你宣傳 支持足球產業 支持球隊,找你出賽 那些何謂支持 但有錢人就知道 如果你玩足球的話 就會認識一些政府要人 就像香港的賽馬會一樣 你去馬場認識很多要人 就變成在兩者方面都得益了 所以球隊的新價 不論哪一隊都越來越高 同時大家愈來愈來投資 不過這也是一個好的出路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整個中國聯賽要提升水準 因為你怎樣有錢 其實有些球星都不肯過來 因為他都要踢世界盃 他都想踢歐聯 老實說,你亞洲頂級聯賽 踢得怎樣起飛 教練都未必會選你去世界盃 就是 所以整個聯賽的質素 其實應該提關高些 連結些,不要打少些膠 不要學中國球員去到外國賺錢的時候 第一句就是學粗口 整天都媽媽叉叉的球員 這樣就不太好